請問一下中華郵政郵董事長 郵董事長 郵董事長 郵董事長,我對你非常不滿意 我們的國營事業應該是做照顧勞工的 這樣的一個優良示範 但是按照勞委會的稽查 我們的中華郵政 對於勞工的照顧非常的差 我們看到在去年 勞委會針對所有的這些企業去做勞動檢查 我們的勞委會是排名前三名的血汗工廠 第一名肯德基 第二名麥當勞 第三名中華郵政 現在是怎樣?你是要做素食嗎? 我真的是非常不能接受 那個勞委會 陳處長 請上台 請勞委會陳處長 中華郵政是國營事業啊 竟然帶頭違法啊 這種我們郵政勞工啊 辛苦的勞工 這種超時工作已經不是新聞了 市長我要求全面勞動檢查 事實上針對中華郵政的部分我們一直都有在做檢查 全面的勞動檢查 全面的勞動檢查 我要求 有沒有問題 可能這個部分因為考量到那個檢查人力的部分 是不是有請我們檢查處的那個代處 快點快點 好不要浪費時間 請快點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檢查處 代處長 各位委員 這個 中華郵政的分支單位相當多 那我們檢查人力有限 所以我們 但是以比較高的水準來抽查 所以我們比去年的量 全部拿到檢查 我們現在我們的郵差每天工作 老手至少也都要十個小時 每天凌晨兩三點新手工作超過十個小時 十六個小時非常多 凌晨兩三點就要在那邊排信 他們這樣的一個工作這麼辛苦 他們沒有假日連續假日他們也都要 不管是風吹日曬 現在還是要去送這樣的郵件 我們這幾年來 我們的郵政勞工過勞時的新聞 也好像不是新聞了 超時工作也好像不是新聞了 我們的國營事業 我們的郵政勞工 竟然得到這樣的一個照顧 這個是讓我們非常痛心 委員是不是你允許 您這一部分 我們讓我們這個陳處長 人事處處長 好啦我現在啊 我們的郵政 我們的勞工啊 我們的郵政 郵差 一年啊 送的信是非常多啊 大概是二十五億封的這樣一個信 二十五億封啊 是逐年增交 他百分之九十啊 就是大宗郵件 你們這幾年 不是沒有賺錢呢 你們的優資收入 這三年來增加了十五億呢 從九十八年兩百四十七億 九十九年兩百五十三億 到一百年兩百六十二億 你們的郵資收入是增加 這三年增加了十五億呢 十五億 你們有照顧到其他人的勞工嗎 你們這個增加的收入 而且啊 你們這種大宗郵件 基本上超過一千封就有四趴的折扣嘛 對不對 然後 你們跟信用卡公司 還有更秘密的這樣的一個啊 彈性的折扣的制度啦 你們賺錢 然後 沒有照顧我們的郵政勞工 這個部分啊 讓我們非常失望 那個郵董事長 我建議啊 你們的郵資收入 這三年來 增加了十五億 你們應該啊 要撥出 雙款 對於基層郵政勞工的福利 要加強 對他們的加班費 要跟照顧 我們郵政 在一般社會大眾的形象是非常好的 大家不好意思 這個形象不是你們建議的 是我們所有基層的郵差 所有我們的郵政 基層的勞工啊 長期帶給社會大眾的信賴 但是 在今天 我們的郵政 竟然成為 血汗工廠 前三名 真的是莫名其妙啊 是不是 這一部分讓我 農我們的人事處長 我現在問你啊 增加的十五億 每年 好來 這三年來增加的郵資收入 十五億 應該 要作為照顧勞工的一個裝款啊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簽到部長期有在查核 齁 七點鐘簽到十二點半開始就有員工簽退 我們這個案例整個可以 事後提供給委員 你們的簽到簽退都有問題啦 不是 你們沒有辦法落實加班會 你們的簽到簽退啊 這也就是我要求啊 老委會 勞動檢查一個重要的項目啊 容我報告一下哈 我們九十四年的這個 科技都非常進步了 你們還用傳統的這種簽到部 三 三十一點一萬件 一百年是二十九點九萬件 是下降的 加班費從十二萬個小時 提升到十五萬個小時 我們的人手從八千七 七百個人 提升到八千九百個人 所以我們一直有非常注意 員工的權益 剛剛委員提到過老死的這個案子 的確有PO在網上 可是這個員工不是在投地途中死掉的 他是在生病 他是工商家在家 一定要在上班的途中死亡 才叫過老死嗎 這是什麼定義啊 不是 他是跟同仁聚餐喝酒 持家五牙過世的 而且 尤董事長 錯誤的資訊 我說你們很有建議哦 是是 你們這個 發表說超死工作 竟然還被你們處分是不是啊 那位勞工啊 當然沒有 當然不會 絕對不會這樣 我們這個 這種說我們都作為一個 管理上提升還有啊 作為改善的一個機會 你們的郵局勞工 陳惠哲 對 他在部落格發表個人言論 嗯 然後呢 就說你們郵局不給加班會的這個弊端 超死工作 之後 在五月二十九號收到公文 疑似上訴發言 你們公司啊 以嚴重損壞郵政生育 將他既大過處分 這個跟剛好委員這個報告啊 我 然後你說你們公司有發言人制度 行啊 那一般的勞工就不能講話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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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陳惠哲 什麼叫損壞郵政生育 陳惠哲先生啊 他是公務員身份 他不是勞工哦 這個委員請您要了解 第一個 他是公務員身份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公司裡面來講 我各種做法 各種安排啊 有很多的申訴管道 有很多的 不要跟我講申訴管道 對對 他今天他講的就是勞工的超死工作 我勞工的這個加班會 沒有落實的 給我們勞工基本的照顧 你這樣給人家記過去 記什麼意思 是一個 該記過的是你們呢 欸 這個我想 部長 部長 我剛才這個 董事長 你要給他打個叉啦 記個過啦 我真的不能接受啊 我真的不能接受啊 對於勞工的照顧 而且你們是國營事業的 我對你們郵局啊 你們現在管理階層 我自己照顧一下 你們現在要招出新的勞工 新的郵局勞工 你們的報名會收多少 七百 七百 九百 我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員工普遍的心聲 七百九百你們是怎樣 我們員工普遍認為 你們應該這個你們自己可以吸收嘛 自己可以吸收嘛 讓報名的 那些都乾坤人耶 這塊完全是委外主理 七百塊 九百塊 一般的民間企業去報名 我要給你們公司上班 我難道我還要自己繳報名會嗎 報告委員 這個是完全 你不要跟我說你們委託什麼金融院什麼代考 這個自己可以 也是符合任何考試的報名費的標準 絕對沒有高 港口公司 航港公司 機場公司 郵局 要報名都要報名費 現在是怎樣 欠錢欠得很容易嗎 做事情當然會要花成分 這個都基本可以自己吸收的嘛 你們都屬於應該屬於民間的企業的嘛 民間企業本來就沒有在收報名會的嘛 連這種錢也要談 這個謝謝委員指教 我們來來來來 我請一下部長 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 在你的交通部 在我們的中華郵政公司 被老委會調查出來 在一百年度 是雪漢工廠的前三名第三名 如果依照這種態度 沒有說積極的面對問題 我想很快就會突揮猛進了 第一名應該會沒有問題 我真的是非常失望 這是國營事業 希望部長 希望部長能夠落實的 督促中華郵政 對於我們郵差 勞工的這樣一個基本權利跟尊嚴的照顧 我們的郵差 現在風吹日曬 一年要送二十五億風信 百分之九十大宗郵件 而且這三年來 光光郵資的收入 這增加了十五億 這個都要用在照顧郵差的身上 部長我最後用一點點時間請教 我們現在的計程收費 部長也向社會大眾說 六月底要公佈這樣的一個 基本的費率的計算 然後我在這邊也肯定 部長因為體恤整個油電雙漲 整個社會大家的經濟壓力非常大 我把它定在兩百二十億 部長也按照這個兩百二十億去做規劃 那能夠維持國道的一個基本的維修運作 又能讓這個社會大眾的經濟壓力降低 這個部分我是肯定 但是現在我們現在六月底就要公佈了 我們現在六月公佈了五十七種的情境模擬 這樣的五十七種 部長那就是都還沒準備好了 就是資訊的收集 這個部分部長你們到底是要定在幾塊 本來是說1.1到0.9 那現在把它定在兩百二十億 那這樣的一個啊 費率應該會大幅降低吧 跟委員報告了 這個我們現在所謂列出五十幾種 主要是把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我們先把它排列開來 那現在就是針對各種各樣的這個方案 要評估它的利弊得失 那這個是需要一點時間 那至於說發布這樣一個費率的時間點啊 那我們事實上也跟這個 這個這個委員會這邊報告過了 我們將來啊會先到委員會 這個這個做報告 然後我們再來發布了 我們我們大概不會在暑假裡面 就就就就 部長你本來說六月底啊 那你說要到委員會來報告 當然是要來委員會報告 但是這樣的一個 六月底的時間就來不及了啊 好第二 如果要六月底我們發布也可以啊 要我們六月底發布也可以啊 你本來六月底就說你要發布了 對但是現在就是說啊 就是我們可以講是行政跟立法兩部門 都要互相尊重了 所以我們 我是要建議啊 我們這個因為定在220億 如果我們這個費率啊 應該都會比較保守 這樣一個保守啊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收入 我應該把它定在一個浮動的費率 如果說你的費率收到220億的時候 你這個費率就要 跟委員報告啊 我們在費率設計上 當然也會考慮到 執行上的這種簡單性跟方便性啊 啊 這種比較複雜的方式 是不是妥當 也是列在我們的屏幕之內 而且現在這種 繼承收費之後啊 對我們中南部沒有大眾運輸系統的 現實影響衝擊非常大 我們大眾運輸在補強 在你這做補強 因為這個國道基金 或是你未來政策的規劃 要加強 會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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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有配套 請部長 督促中華郵政 對啦 我想這個容我講一句話啦 這個我相信就是說啊 這個 三點啊 第一點我們員工的權益 我們一定要照顧 第二個呢就是 這個勞委會有關的規定 我們應該遵守 那另外一方面當然 郵局他們在管理上 也有制度要怎麼樣重建 然後呢 避免就是說 引發一些後遺症 這些地方我們會兼顧 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來 我會來督促他們來 來做有關的改進 好不好謝謝 好部長我要說 電子繼承